这里这里有一个花钱 这还有一个闲空间 这个还不错 我看到这个还不错 五趟五十 这个很开门 这个边上还带悬纹 这个又潮了一点 潮了一点 那比方黄了 看这个怎么样 声音还蛮好 声音蛮好 这个多少钱 他买这五千 他买这五千 他买的 他买的 声音蛮好 买这五千 比较这个都还不错 这个要多少钱 这个 你看 你要多少钱 我费掉八百 费掉八百 一切三百 一千三百的 最低要八百 对 费掉五百 这是一个声音效花钱 听一下声音看看 以前都可以卖一两天 以前可以卖一两天 声音效八卦 吃狗还可以 是吧 他手上有一项 对 对 我说没办事 没了没点了 这帮有一个开口 开口 开口 这帮600 600也不便宜了 开口了 你这600 脱口了 这脱口 脱得蛮长的 对对对 脱得太长了 板子还蛮硬 它用胶粘了 你看 脚粘 轻微粘了一下 明显能动个手 板子 板子还蛮硬 这边的呢 破口了 一千块钱一张 一千块钱一张 这两张是差的 这两张大概是八百张 这个就一千一张 收工一千一张 轻微破口了 这是原料 原料 反价 反价多少钱 两千块钱 反价两千块钱 那你给多少 将来假身有戳机 非面也有戳 真面也有戳 老板要两千 来看一下这边的地摊 这边有一些墨盒 还有康熙 有一个货布 这货布多少钱 600 600 这口专来客户面还可以 这是康熙柜 看正面就知道 背面康熙柜 这个生意还可以 品价也还行 自口还行 这货多少钱 240 240 但是差一点点黄亮的味道 黄亮的还是漂亮些 这个康熙就黄一些 康熙酥 这个康熙酥呢 生意蛮好 价格差不多 240 康熙书 康熙贵 都是康熙里面 略微少见一点的塑造局 在杯子局里面 比普通杯子局要贵一些 正面之口 妈妈呼呼过得去 但是算不上 性命平常的 书子有一点点呼了 240 价格适中 这里还有很多钱币 这链钢多少钱呢 链钢 链钢300 300 全品 是不是全品 原票全品 300 三罐的 这个不是炭黑吧 一个不是炭黑 炭黑要贵一点 6918763 带了一个7 不带7的要好一些 买这种300币 就要重点 看一下它的品项了 最重点要看的就是中间 有没有折 再就是 是不是原票 有没有处理过 这个五分是一整刀吗 一整刀 这个多少钱呢 450 这个 这个五分的一刀 品项 还可以 450 这个一分呢 这一分的一百块 这个都到市场价了 这边还有池西 这个市场价值的 这边的一刀价值得 那什么市场价值得 这边的一刀价值得